恩典365 365天 我们天天一起分享神的爱和恩典 走在神的爱和恩典当中 约瑟我们这一系列分享 进入命定 从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 约瑟 约瑟也进入尾身了 在约瑟的身上你会看见 这个人真的好了不起 哥哥们那么陷害他 但是他却可以很宽广地饶恕 但是在约瑟的饶恕的背后是什么呢 如果约瑟一路走来都是很惨 简直活不下去 诚实地说 从很人性的角度说 大概很难饶恕 因为每一次的糟糕 情况简直活不下去的那种情况里面 你难免就会想到 就是他们害我的嘛 可是约瑟虽然一方面看 他的情况不好 被卖了 可是在波提法家 他经验神有一个很大的同在 很多的恩典 他被陷害了 关到监牢里 他在监牢里面 其实是经历很多的祝福恩典 以至于在他的生命当中 他一直情况不好 环境不好 恩典却一样在哪里 他一直走在爱和恩典里 一个长时间活在上帝的爱和恩典里的人 容易宽广 他生了两个孩子 这两个孩子他各给他取了一个名字 在埃及那里 一个叫做玛拿西 一个叫做以法莲 长子叫玛拿西 玛拿西的意思是什么呢 是神使他忘记 神使他忘记 忘记了那些不愉快的事情 忘记 他哪里有忘记啊 你看他后来试验他的哥哥们 他明明记得嘛 那个忘记是什么 是在更多的爱当中 他不会被绑住 被什么绑住 被那个不愉快的记忆 所带来的怨恨苦毒 受伤的情绪 愤怒给绑住 不是那个事件 而是一个释放 那个事件他仍然记得 但是他不会被绑在那个事件 带给他的愤怒 不安 那种心中的苦毒怨恨当中 然后他的第二个儿子叫做 神使他心胜以法莲 以法莲的是神使他心胜 而且神使他在受苦的地方心胜 那个意思就是说 是 他被陷害了 被卖到波提伐家做奴隶 受苦 可是神在 他在波提伐家里的时候 却让他享受很大的尊荣 是 他被人家陷害了 弄到监牢里面去了 神却使他在监牢里面 大大的享受尊荣 典鱼掌对他格外的好 上帝不会在大马路上 摔你一个巴掌 然后在小巷子里面 地理一颗糖 你在什么地方受苦 神就在那里加倍地荣耀你 加倍地祝福你 谢谢主 不论你现在遇到 些什么样的一些困难 但愿神也把这两个恩典给你 给你马拿西 神使你忘记 不被那个愤怒的情绪绑住 神使你心胜 而且在你最困难的地方 最受苦的地方 神加倍地祝福你 但是你要记得 马拿西在前面 以法连在后面 先靠着神 不再被那个愤怒的情绪绑住 你才会经验 以法连 神使你 在受苦的地方 格外地被祝福 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